走近这家位在松山文创园区的关东主店 满眼绿意的木格窗和L型吧台 有着浓厚的日式风情 但空气里飘散的却不是柴鱼高汤味 而是台式清炖牛肉汤的香气 因为我觉得他们关东主 就是跟外面卖的都不太一样 他们的汤头就是 好像是用牛肉炖的 然后跟很多的蔬菜 然后喝起来味道就很特别 就不是像外面的一些柴鱼 喝到有柴鱼味的那种关东主的汤 然后食材也都很好吃 因为我们起身是一间烧肉店 对 然后因为我们在现场会做一些修肉切肉的部分 对 那其实现在各个烧肉店也都是这样 就是尽量把耗尘降到最低 所以我们就运用了大量的一些可能我们切下来 比如说牛舌 然后一些牛筋的部分 然后下去蹲煮 再加上一些大量的蔬菜 对 下去蹲煮 所以我们的汤头有别于一般的关东主店 可能就是主要都是以采于昆布高汤的为主 所以我们是运用了一个 牛肉汤底的一个关东主的汤底 喝过汤的话其实也都是一直一续再续的 一直把碗不断蹲上来说 我可以再喝一碗汤吗 最高纪录有客人喝了七碗汤 店里的关东主也是走台日混搭风 除了黑轮鱼板之外 还可以吃到供丸猪血糕 就连玉子烧变成关东主也一样合拍 我最喜欢他们玉子烧 对 外面关东主都吃不到玉子烧 而且他们玉子烧很好吃 甜甜的 像关东主的部分 大家一开始就联想到比较日式 对 那其实我们比较是有点偏日式 然后接近台式的一种关东主 对 所以食材的部分的话 其实也是运用比较大家可能在常见的一些食材上面 然后我们多加了一些可能比较偏日式的一些东西 食材进去 比如说像我们的玉子烧 玉子烧也是卖得蛮不错的 对 大家来大家都会点的一个东西 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个比较特色的产品是 雪鱼豆腐叫做雪宝 我们都叫雪宝 对 他吃起来口感很绵密 对 一般外面在关东主店其实应该也是蛮少见的一个食材 对 那其实懂吃的人他们来的话 其实也是都会一直跟我们一直加点这个雪宝的部分 对 他口感是还蛮不错的 就像日本人吃拉面会配饭一样 店里的关东主套餐还会搭配主食三选一 而其中老套必点的就是这碗牛肉饭 我们提供了那个主食三选一 有牛肉饭 我们招牌牛肉饭 还有咖喱饭 给一个麻辣拌面 对 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应该是说牛肉饭 是从我们烧肉店那边衍生过来的一个商品 对 那其实跟刚刚一样 牛肉饭有别于一般的牛丼饭 对 是不太一样 牛丼饭是用肉片 那我们说的一样是刚刚讲的 我们可能就是修下来的一些肉的部分 对 然后可能里面有大量的可能有 也会有牛筋 然后又有牛舌 然后或者是其他的肉块 所以口感会跟一般的牛丼饭的口感味道会不一样 由于附近不少上班族会来用餐 店里的关东主不止蔬菜种类多 可以满足女性客人 另外还有蒜肉二选一 以及关东主吃到饱 食量大的客人也不怕伤了荷包 因为东西还蛮精致的 而且之前没有吃过类似这样子 关东主吃到饱的这样子的餐厅的方式 那觉得还蛮特别的 所以就想说再来吃吃看这样子 其实蛮划算的 因为他在煮菜之外的关东主都是可以在续的 然后像是最近都天气比较冷啊 所以来这边喝汤什么东西就蛮划算的 他们可以不用花太多钱可以吃到很多东西 对 可以吃到饱 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的食材 那另外我们这边的话 因为这边上班族女性居多 对 所以我们会希望我们可以运用大量的一些蔬菜 等于还让现在人比较喜欢一些健康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希望能够提供一些蔬菜类的东西 或者是去到免费去的蔬菜里面 有很多一些可能蔬菜类的东西 可以让他们去不断的去加点 松烟小麦索二号店早期是烟厂的检查室 园区将85年历史的建筑重新活化 赋予古迹新生命 那松烟小麦索二店在整个松山文创园区 在早期松山烟厂1937年的年代 它是所谓的检查室 就是烟厂的员工下班都会经过这边来检查 有没有夹带那个烟就是外出 所以这边的检查室 目前已经有85年的一个历史 所以这个建物经过市府 以及园区持续的它的修复跟维护 那我们重新给予它第二个生命 从检查室变成现在就富有美食 很好吃的美食 还有很丰富的人情味 那把它变成一个 old and punch 的一个关东煮 那我们这边可以说是我们的深夜食堂 那也因应未来整个园区周边 大巨蛋的开幕 那我们希望让提供 所谓的有缘民众 有更好的一个夜间的一个服务 跟他们的餐饮的服务上这样子 既然是深夜食堂 总免不了小酌一番 店里还提供六款精量啤酒 搭配关东煮就是绝配 那我们这边的精量啤酒的话 主要是一些可能果香味 麦香味稍微重一点点的一个商品 对 为主 那因为这边讲说 这边这个女性的消费者可能会居多 对 所以我们这边现在上线的产品 主要是大概是这些 这种掉性的酒 对 然后再的话我们的啤酒的一些名称取名方式 其实也是蛮特别的 然后另外一款酒其实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热卖商品 叫做陪我爱我 如果消费者在点这款酒的时候 其实也都会会心一笑这样子 其实也是利用这款酒 可能也可以让我们拉近跟消费者一个距离的一个方式 对 比如说小姐请问你需要陪我爱我吗 对 用这种方式 其实客人听到就都会笑一下这样子 下回来到松山文创园区 在丰富文青旅人的视觉感官之余 不妨到松烟小麦所二号店 品尝台日混搭的关东煮 满足一下口服之欲 来一趟无感其发的丰盛之旅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